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示范一下 什么才是真正的身高差 看到了吗 最起码要长得和他一样了 才能配上人家妹子转角去去 你这个水势洋王 千人比你可以怎么弄 把你把四个穿越男人都去哪 你个头老色皮 我叫你管 好 你给我等着 我会去整个山城队告诉你 特地告诉你 我叫你 再也找不到山城队 谁 你得叫我 哼 莫巴 下头有你呢 大叔 多谢你今天拔嘴相助 青山覆盖 绿水长流 告辞 啊 他们怎么给我 想就这么嘴上 我知道 那你想怎样啊 是 索菲亚小姐的航班因为天权也取消了 所以没把拉斯奈对婚人 喂 大叔 你要是没什么事的话 就先放开我 既然这位小姐亲自送上门来 那就让她代替索菲了 哈 什么索菲啊 替她干什么 甘 莫 定 婚 什么 谁家的千金这么幸运 能成为霍少身边的女人 肯定是因为家世与财毛并层的完美千金 群场女人哪入得了霍少的眼 哎哟 毕少 好久不见 霍少来了 好帅啊 哈哈 你说这是霍少的未婚妻 这不就是个小太妹吗 各位来宾晚上好 欢迎来参加多乐的聘婚典礼 有啊 大叔 我记得你是我的朋友 但是你清婚的不叫喜爱 冰花色怎么会 这不是你说的 霍少 这破戒指怎么这么难拔 你是谁家的贱户 穿成这个贱样子也配来这儿 就凭你这种货 也配站在霍少身边 你们穿的倒是挺配站在霍少身边的 但是 她让你们站吗 是 麻烦让一下 你 小爷 你从哪儿见过来这小弟 这要是带回去让你老年子看见 她还不得气着飞起来 老年子就想嫁我三媳妇 是个女人 咱就说 天下这么多女人 你为什么非要选她呢 因为 小嘴挺挺挺讨厉 就你 我原来都没有发现 你们的口味这么多 我还得醒你 你给我站住 小爷 你的未婚姬小太妹 子外面好像正在受人欺负 我们去管管吧 李宾 小练 我现在好像知道 你为什么要学习 张练 带他下去 好好收拾 放在双眼 想搬我 没门 这么厉害 少爷 你顾小姐调习的老婆 我已经带着去这儿了 不用了 查书们有人加地址 派人去商品 你个混蛋东西 你妈比你牵扯握起来好的对象 你就直接对付在这儿 谁跟她见面吧 妈 她不是我妈 她要是我妈的话 就不会给我介绍 比你还大的男人跟我相亲 什么 白川 天地良心 我虽然是静母 也不可能亏待了星星 真的 真的 比我年龄都大 又是你给星星找的对象 白川 我也不知道怎么会是这样啊 我给星星选的男人 那是百里超一的呀 我知道了 天地是猴娘的冤枉吧 星星 够了 星星的婚事 不用你管了 有点生活费给我停了 在家好好反思 爸 你别生气啊 谁呀 哎呀 哎呀 我 你们找谁 陆夫人 何时奉我家少爷之命来向顾小姐下序 我妈呀 你干嘛呀 有个工技做 你知道我跟这个王有好多的打仗先吗 哎 打什么打呀 妈叫你回来 肯定是为了你和霍家大少爷的公使 什么霍家大少爷我不认识呀 有这个王哪厉害 选儿 你不是已经记住霍家大少爷的订婚戒指了吗 你怎么不认识他 戒指 啊 我三奶了 我昨天在组里的确有个粉丝给我快递的音乐论件 那就是了 霍家大少爷肯定暗恋你很久了 很自明欲绝求你 妈给你调查过 昨天过来下评的 确确实实是霍相应的随身注意 霍相应 霍相应 哟 小蕾男神呀 是不是偷我骗你了 我自己的思议口说无凭吧 看看 哎 不谢谢 你敢推我 你一定知道我马上将成为霍家的上等 敢惹我 霍家让你吃不了 霍家 昨天拉我去订婚的那个男人也幸福 你说的是第一家族的霍家 怎么 怕了吗 我告诉你 这女人啊 没秀 他该不会认出我了吧 不行 我得赶紧留 谁是你不刀刀 少爷没事 没事 你先带人进去 那你有手要 我要亲自去订 你自己想要 你不认输 我没想到 你不认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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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不认输 你不认输 师傅下面 没事 新娘做了二手证 大叔 你谁呀 为什么要抓住 大叔 你素来接亲的吧 新娘子在里面等着你 你走错门了 你要走正门的 是吗 那你手上 为什么带着 货家特质的订婚件 这玩意死活都拿不下来 别白费力气 那戒指的还身 是由薄金混合了 特殊材质制成 需要特质的进入 才能买 大叔 事到如今 我们打开天窗说亮话吧 我知道你并不是 真心想娶我 只是因为一个 不可告人的原因 需要一个名义上的妻子 对吧 嗯 不笨 是这样的 我有一个姐姐叫顾雪 她非常乐意子 她长得比我好看 身材又好 还比我高 你要是娶她 就没错 知道谁去 第一次有女儿 竟然不想嫁了 但是我要的 就是你这个妇臣 戒指戴在谁手上 我要娶的女人 就是谁 这也简单 你给我那个什么 你收听特效金油 那我把戒指摘了 你再给顾雪儿戴上 不就完了 我没有 那你就去买啊 失传了 买不到 哦 这样子 大叔 会看 五彩八卦 一样的大木猪 鸡 啊 不敢玩 我看你才像的五彩般来打 要炸我 你来一卡 来 来了 少爷 是 哎 信仰就在楼上的 来过来喝口水再上去吧 不用啊 我們少爺已經極高興 什麼 不可能啊 我家雪兒明明還在樓上的 雪兒 顧夫人你剛搞錯了 我家少爺要取的 不叫什麼雪兒 你剛好 這這這這怎麼會 雪兒 搞錯了 劉璃 你不是說 我少取的是雪兒嗎 我也不知道怎麼會這樣 你不知道殺他什麼 我們顧家 臉都被你丟進了 爸 媽 你們在幹嘛呀 我的新郎呢 我的霍少呢 雪兒 霍少的人剛才說 搞錯了 霍少已經接到真正的新娘子 走了 什麼 什麼就搞錯了 霍少不需要來許我嗎 怎麼會是你 雪兒 事到如今你就別自有多情了 對呀 今天也知道 以霍少那種的身份 怎麼可能開上你 這樣回樓南山的戲子呢 雪兒 咱們生氣 趕快回家 好好開戲吧 什麼 我現在不是說 我在戲裡就做大姐 小的家 又炸的大人 太龍了 火燒接走的新娘到底是誰 水上真好 等一下下去燒水一燒 是 看来是跑不掉 看来是跑不掉 换一下身体 就是吃了个水 这样 好好配合我 我会把你搅拌 我可以配合你 是我正让你在先 走开服气的带劲 但是 但是你再给我一个合适的时间 等于念七码 和分东西 后干了三个月 成章 怎么啦说 一时间也乱乱 奇怪 他碰我 我竟然不觉得反感 起来吧 干什么呢 他这是复制就睡着了 小神 不把脸画的乱七八糟 他是挺好看 大叔 你偷袭我 嗯 这个小东西 一睁眼就连强宠宝 偷鞋 是你偷袭我的好不好 你胡说 我偷袭你 我警告你啊 男女有别 咱俩可是行婚 谁告诉你的 我们是行婚 不是大叔 你想耍赖啊 我们两个商量好了 三个月以后就结束这段关系的 但我好像从来没有保守过 这三个月以后 这三个月以后 别自作多情了 我对你这种乳秀未干的想象 不敢想去 那就好 我对你这种冷当意 这种大叔也不感兴趣 老当意中 我困了 先去洗漱一下 你先下来 不下是吧 少夫人 少主让我给您送衣服来 少夫人 您开开门啊 吵死了 别急 我去换衣服 别急 我去换衣服 那货相应是你的 我哥 所以呢 你为什么要扑你的 嫂子 嫂子 我呸 我告诉你 我哥娶你只为了安抚我爷爷的病情 让我爷爷病一好就马上会撞过来 怪不得 怪不得那个怪大叔这么着急结婚 还有 我哥根本不可能喜欢上你这种女人 再说了 你在我们货家 除了有名分 吓人都不如我 哦 对了 只要我哥不在 怎么货家都听我的规矩 你也不理解 哦 那不想得不能跟我建屋 好好地叫叫我回去 好让我一字不落地记下来 好好学习 我怎么又穷又什么 这什么 我快来告诉她 刚刚我嫂子身上 喝的是什么水 洗菜的东西 哦 睡呀 你怎么可以对我动手 是你先对我动手的 我只是正当防卫 你泼我一身脏水 我要你抢抢浴缸水的滋味 你挺啊 不可能货家大小姐 我最痛快就死了 我最痛快 你刚娶我过门 是让我来当货家上门 不是让你这受气 记住 以后别惹我 去 除了官服 也没有其他的衣服可穿 算了 就让她这个怪大叔的衬衣 去上班 新新出大事了 霍氏集团的霍少来了 陈经理叫你 你要有心理准备啊 怪大叔怎么哪都有他 霍总 马上就回来 就他 就是这个实习生 上班期间 玩游戏才导致的公司系统 被病毒给入侵了 给霍总要展示的那个死化 就要出来 我说就是 找我原来是为了非公啊 可惜你们惹错人 这事不是我干的 这个页面一看就是黑头的公司 看的就不是电动物件 我们别想会见责任你 不计 你又干什么 修计 给你一句 是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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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文章选招 不然能把我 是流氓的最终极边际 我是谁不是责毒 谁招人了 要不然你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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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那你该找他算的 而不是牺牲别人的劳动程度 是 谁呢 哎 贵公司就是这么冤枉人的吗 我 不是 不是 是把我救我 一定是把我救我 不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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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了啊 我们也没有三合作息啊 我 没劲啊 我一定会叫他吃的 啊 霍龙 霍龙 霍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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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霍兮霍兮 欣欣 欣欣 欣欣欣害你的宋乔薇被开除了 从精灵也被赵总狠狠训斥了一顿 你身上穿的什么呀 你身上穿的什么呀 哦 他说你的衣服 现在早上衣服被弄脏了 所以就只能穿你衣服 脱了 不是大叔 你老人家不会想新婚第一天 就因为你的新婚妻子 裸奔而上社会新闻吧 我不算 那我现在就脱了还给你 我这是裸奔 可以 我这脱 我 贺杰 对不起啊 我刚刚我叫你 你没反应我 所以我就滚 打扰了贺杰弄的好事 我 大叔 你干嘛 若不是我出事 你就被人看光我了 赶快把衣服穿上 你现在的身份是货家的上脉 你的一言一行代表了货家的家风 以后不准再做这种随便脱衣服丢人的事 丢脸 不是你让我脱的吗 所以 我这是经过大叔的允许 给你穿衣服了 穿吧 这丫头 是不拿我当男人的 真的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你帮我给互动好几次 要不然我趁着死定了 我真的不是故意 要打开车门 你看到什么了 我看到了 我什么也没看到 少爷 我刚才那边接到小姐的电话 没注意到有人靠进车子 是不是 是 都找到我车上 我找您 是想解释一下 您今天看到那个错的策划案 其实是被我们公司的实习政策 多么收拒 但是 我保证 我已经把他们全部开除了 他被开了 好歹 我求求您 再给我们公司一次祭福 绝对不会再有失误了 您看您有没有时间 没有 好歹 这个项目对我们很重要 给我一点时间 二十分钟 十分钟 十分钟就可以 我这样万万 你去接 霍总车里能比的 怎么先不去接 我养花了 听说顾小姐失业了 是啊 如果想要找公司实习的话 打发特别停 我 少爷 顾小姐把你的西装外套传走了 今天晚上世贸中心的巨工晚宴 你还要出席 那就让人送件新的来 是 少爷 顾小姐今天失业 不要我给安排一次新务券 不用了 三个月内 盯着他别做出 犹如霍家名声的事 知道 看来是我想多了 少爷心中 只有江小姐 这么多年了 都没变 老夫人回来了 老夫人回来了 相应呢 凡凡呢 奶奶 奶奶你终于来了 切走你的电话 奶奶就让人订了今早的机票 哎呦 这才几天啊 都瘦了一圈了 奶奶 哥哥的新婚机子刚上门就给我了个下马 我直接拖起了你 还有这种事呢 我大要看看刚进门的小媳妇有多厉害 还敢欺负我的宝贝孙女 来人 阿姑欣欣给我叫来 是 真是 别害他啊 咱们在他 什么 小开大 上分来了 奶奶 你看他 你还没让他做 他就先做 真怕自己当女主人了 你就是顾仙仙 不能 您找我的事 我听说你把我们家梵梵 欺负进医院了 怎么 刚嫁进门 就觉得能掌我们霍家的权了 这是怪大叔的奶奶 霍奶奶 是霍小姐先往我头上泼胶水 我出于自保财犯机 并不存在我心里来说 梵梵 有这个事 奶奶 你别听他胡说 他们都在 我们快过来 快跟他再做这 猜作人 霍小姐 的确没有做某个生素人 我可以做这 我也可以做这 我也是 这里都是货翻的人 我百口莫辩 你还有什么说的 霍奶奶 该说的我都说了 你要是不信我 没有 还不忍错 看来是你们家 没教你怎么做人 那就由我们霍家来教教你 来人 把霍家的家规拿过来 老太太 家规 让他抄一百遍 不抄完 不许吃饭 好好学习我们霍家的家规 他们家都是小学老师嘛 这么喜欢教你 奶奶 没事 我谢谢您替我主持功课 奶奶 您坐飞机坐了这么久 是吧还没吃饭 您先吃点点心 奶奶 那个不能吃 这里是货下 有什么东西买的还不能吃 奶奶 咱就去 奶奶 你咱就去抄你的家规 去把一百遍了 奶奶 好 奶奶 奶奶 你什么 你每次可以放我那家 老人家是不是可飞险 你别爱谁 奶奶 你什么 奶奶 你什么 奶奶 奶奶 你们干什么 干什么 奶奶 你自己上一个太大人了 你痛 放开了夫人 快别放 太夫人 快把我叫太夫人放开 你别放开 都吵什么了 哥 你快来 我自己去杀人了 为什么对于老人家动手 奶奶把他吵架不认 他不服就这样保护奶奶 哥他就是个疯子 他都会把离婚的呀 不想死的话 马上放开我祖母 再等一下 等什么 等等 我 谁给你的打算 跟着我祖母 小姨 松手 你没事吧 没事 那他刚累 嗓子里砍了一个枣盒 是那个红枣 又还不立刻发救了我 底下那枣盒 就是刚带我吐出来的 混奶奶 这些枣膏是我做给自己吃的 所以红枣没有去喝 给您造成了伤害 对不起 大叔 大叔 不 霍先生 还是叫医生过来给奶奶看看 比较稳妥 是我冤枉他吧 喝口水了 众议 带大小姐下去 关紧闭 哥 你 奶奶 还有哪里不睡 没事 小音 你放心吧 奶奶 你没事吧 小音 你跟那个顾小姐是怎么认识的 机缘巧合吧 那孩子 不错 奶奶很喜欢 就因为她刚才救了奶奶吗 那孩子 一事啊 不焦不燥 面对我这老太婆 也不悲不亢 被你误解了 不哭闹 也不愿对 还能心平气和的 面对我老太太 跟我赔礼道歉 很懂事 很不错 的确 小音啊 你们还没圆房吧 奶奶 你都三十岁的人 别不好意思啊 你们结婚的时候 奶奶在国外 陪着你爷爷准备手术 没有参加你们的婚礼 今天奶奶就给你们补上 一会儿你们小夫妻啊 就把房源了 等你爷爷回来的时候啊 就能抱上丛孙子了 奶奶 你认为这种事 你要是不听奶奶的话 奶奶就告诉你爷爷 是假结婚 你爷爷的脾气 你还不知道啊 就算他康复回来 也得被你欺病异常 行 奶奶 一会儿我叫人 先把老子再送过来 您吃完了 先早点休息 你可记住了啊 一会儿我去查房 我 谁来个 谁个业呢 我在唱你家家关 二十一 你想到你家还有成人呢 不必吵了 以后 也不会有人再发你了 那我就去洗礼帅 哎 干嘛 你干嘛 刚才喝的吧 这还不是拜你所赐 你坐我那边干嘛 你让我睡觉 坐下 你干嘛 给你刷药 不用 你干嘛 很痛 大叔 这是对我有愧 今天是我误伤了你 被赢负责 只有我祖母 请你不要记得 他老人家不会呆太久 这个时候的 大叔的祖母又不是坏人 他罚你抄袭 你不觉得好 坏人就不会只罚抄袭 这可能是好人想到最严厉的惩罚 我之前遇到那些坏人都会 都会怎么样 没必要和一个不熟的人分享自己的经历 没什么 要吐好了吧 那我就先睡 大叔 大叔你放心 我既然答应了你配合你三个月 就绝对不会食烟的 虽然你那个妹妹很欠奏 但是祖母可能也是保护她先切 所以我不会记恨她 这小丫头看着挺狠 还算多事 成的也可以 大叔你干嘛 大叔你干嘛 你可别乱来啊 我不是你喜欢类型 如果大叔我前天不许可非要乱来一次呢 你说话不说大叔 大叔 大叔 你干嘛 大叔 你干嘛 小丫头 不是说要今夜来整这三个月吗 现在这也是需要你配合的事 别乱动 大叔 需要我配合你叫吗 你会 试试吧 试试吧 老公加油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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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公加油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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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叔 真的走了 你下去 没想到大叔一把年纪了 还有八块银子 真自力 鸭头 你再多看一眼 我会认为你在垂涎大叔的美色 我只是单纯的垂涎大叔的福洁 其他那个 不是我喜欢的类型 是吗 那你喜欢什么类型 小奶狗类型 我还想听话 我还想听话 又会喊我姐姐 那还算是男人 那你喜欢什么类型 反正不是你这种 会在床上喊加油的小丫头 老大 发现草莲的真迹 对 登峰拍摇好 送来 老大 这银河的真迹是 秋仙星图 是个外国商人拿来的 不敢挽起来 这幅画 很可能就是找到我妈妈下落的 银子线索了 阿父 我们账上还有多少钱 何东友的资金 差不多五千万 秋仙的词 都要在公主城 到了 大叔怎么也来了 老大 怎么不进去 看到了不想看到的人 怎么玩得过去 那个好像是霍氏少主 霍相印 老大 你认识他 不成 下面一个静景 是我们致敏跟地下海画家 清洁的一座 最终于情组 此开价 五百万 祝你等等 六百万 七百万 然后 被决 七号码买家直接出价一千万 千万一次 一千万两次 一千万三 冷冷 我们的一号码买家 直接出价两千万 直接赶到两千万 一号码买家干什么 还有比两千万更高的吗 那个怪大叔怎么还没走 那边活到歇着一乱 是不是才有钱啊 四十 四十 一号出价两千五百万 还有更高的吗 一号码买家再出价三千万 一号码买家出价四千万 一号码买家再出价五千万 五千万一次 五千万两次 钱不够 老大 这个话对你来说很重要 小鲁 我们先把工程统能够来 用三 不 不可以为了我个人私事 让公司自信念多年 这幅画我可以想看看 但是先认为这一段数 五千万三次 成交 公司我们的一号码买家 建议五千万的价格 来到我们的深邱夜行图 霍相应居然花五千万高价 拍下深邱夜行图 难道他和妈妈有什么渊源 或者他认识我妈妈 你好 你要的甜点 五行学 怎么是你啊 你也非坐在这儿啊 他被卓越开了 正式跑来拍卖行 做女接代了 哦 你害我丢了工作 还在这儿帮副罐卖着呢 你真是不要脸啊你 你 你 干嘛呀 想哪人呢还 顾兮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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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不要脸的 我不要我的脸 你 让我都不够 我照顾兮兮兮 你都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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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是在找顾兮兮 小丫头在这儿 少爷 难道光纸给我们 进架七火房 就不够了 顾兮兮在这儿 先生 你找的事 你都出来 出来吧 别人找你 先生我叫顾兮兮 你叫顾兮兮 先生 跟顾兮兮丁西的行李 顾兮兮 顾兮兮 表现不错 改个名 以后呢 你又叫顾兮兮 好的 谢谢顾兮兮 是吗 老大 不是我说啊 你到底怎么认识这个 顾兮兮兮呢 干嘛我昨天看 没什么 就是前几天 你说 你说什么 婚姻老大 你这结婚了 那新婚姻 老大 你是不是拿下了那 精诚衣装 经说旁熟的老男人 都会很疼人啊 你这呢 我先消息吧 你走在这儿 哎呀 老大 我这一个越想越生气 你说那个婚姻要什么事也没法没有 非我跟我们小生生也清楚 他可真 老大 我跟孟姻 我跟孟姻 我听到了 他就说你喜欢的 我 大叔 那个人好像在骂你 你们不认识吗 当然不认识 你这个人就是 他怎么会骂你 你还没告诉我 你来这里干啥 这不是拜大叔所赐吗 我不是刚被卓业开了 听说这里在交聘拍卖谁 我就投了简历 过来面试了 拿到off了 没有 他们用三年以上工作经验 当然 瞧不掉一个人 他要站在拍卖台上 估计只能拍卖学生用品 大叔 你来这里来 祖父看了几件冰冰器 我过来帮他拍一场 那你干嘛拍深秋艳行图啊 接下来 你打算去哪 回家投简历 小丫头 我能跟你说 我能跟你说 大叔 你不会想再跟我搞一次西式婚礼吗 怎么 这么想喝酒 还要西式呢 谢谢 我让你帮我找的人 你给我带来了吗 啊 可以当伴娘 啊 原来说他给我笨工作 就是让我来当兼职伴娘 不是大叔 你到底有没有问 他是你外甥女 我是你妻子 那长辈怎么能给晚辈当伴娘呢 啊 原来你就是小舅妈 小舅妈你好 我叫左颜 他是我的亲舅舅 我的伴娘团被临时堵在高架上了 找人临时救场实在顾不上那么多了 嗯 我跟我去看伴娘团 小舅妈你先试 我去看看其他三个救场伴娘敢来没有 好 人呀 人呀 好了没有啊 你让他出去吧 啊 你是颜颜前的伴娘吧 我是新郎后班 今天感谢你救场啊 这人我怎么觉得在哪见过 嗯 嗯 接受这儿了 好啊 嗯 你来出去送宾客 哦对 我得忙着了 这 这哪婚大娘服啊 那 古行行又是你 你在这里过去 过来救城当伴娘 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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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过的不怎么样嘛 今天早上我还在开面乘风了 什么 现在也来兼职当伴娘了 你这行情不 你这衣服脱下来给你 凭什么 就凭你害我丢了两份 欠我 那我问你 我的工作是谁太久的 干嘛 今天左颜结婚 不跟他计较 啊 我给你 嗯 宋乔薇 我可不见你了 我先走了 荷环 乔薇 这不是荷环和宋乔薇吗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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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乔薇 乔薇 你怎么会在这儿 我是来当妇子抱娘吗 没想到 新郎嫁妇也 怪不得这么年轻 原来这鸭是送乔薇男朋友 乔薇 只有二十了 一刀刀分手费 你拿了钱赶紧走 你 你别打乱啊 二十了 你打乱要犯了 我不告诉你 最少一款 宋乔薇 你也走出去 请亲郎亲娘不相会而已 请伴娘站在两边 夏爷 你娶不了她小太妹了 怎么没见你今天在玩 李二少 我们家少夫人在那儿呢 哪个是她 哪个是她 无论未来如何 你是否 都愿意嫁个心啊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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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我 你 你 我 你 你 我 你 你 别人写 而且还是你千万种女的婚女 这边你的女人是谁 她还叫适合你的衣服 我是有合约编的 她穿了什么包包 是她 就是她 这衣服 是她穿了洗手间 一塞给我的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好啊你 为了勾引人家心房 这样再赃我 我怎么记得 是你不要和我婚 没有证据吗 缺口派人啊 麻烦哪位影响师 把声音调大一点 天天视频女人的声音 不知不知道是什么 何华 巧威 心痛 怎么会有声音 二手 你打发要慢的 我告诉你 最少应该 原来就是你 贼还捉贼 哎 爷爷 听我跟你说 我跟他真不熟啊 不要 知道如今你还在脚边 何凡 我真是看错了 爷爷 爷 今天这里发生的一切 若是有半点风声传出去 在座的每一位都将成为我们获释的敌人 望周知 但是我 嫂子你好 没想到你 没想到你 敌人还挺好看 放开我 爷爷 你最好现在乖乖乖听话 跟我结婚 我以后还能好好对你 你要是不听话 我就把你那四面照都发到网上 让全世界男人都参观参观 你不是 我我 当时我给你拍的时候 你能看什么时候来 你 妈妈别给点不了脸 你信不信我心愿去买你 你 啊 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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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臭 干多我亲家 像你这种握口都要开 拿四米照威琴子 也教我三年女生的拉 机呢 难道不该背 嗯 哎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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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个女人吗 力气怎么会这么大 大 兄弟 你别说 你家的小贷员还真挺特别的 我现在开始担心你 啊 你该不会把他家伙 上他 哈哈哈 行吗 有闹口都没有 啊 救救 他背叛我 他还威胁我 啊 这你做完身事 你想死吗 霍先生 我说 你何家是不是不想着精神破误了 你是像一男人的客户了 过手的人 哎 霍先生 我 我是不想跟严严分开 我希望他能再给我一次机会啊 所以 就拿四米照妖怪 不是不是 霍先生 我 我也是没办法了 我不能和严严分开 我不能失去了啊 你是不能失去他 还是不能失去何家的继承主 我 何凡一直在利用我 正丽 拖下去收拾 别撒浪满月庄严的走了啊 哎 霍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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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受伤吧 没事 老娘我啊 好的 可恶 顾欣欣竟然能让霍少那样的人 对他因书准 我相信 我是冤枉的 你干什么不得被这个鼓勒骗了 你还敢出现 我相信 你相信我 是他 这个是他不是我 是他高领的男人 哦 他会修电脑 他 那个视频 那个视频都是后继合成的 那些乱七八糟的技术 他都接通的呀 就你这个增手 你配指他 你知道他是谁吗 他 他就不是已经指伯娘 是在帮他管的 他是我小 好朋友 对 他是我最好的朋友 正丽 放话下去 以后谁敢问问这个历史 就是跟我和佐家和舅舅过不去 我的左小姐 小姐 我sized 我再也不感觉 谢谢 我求您 看到我们同志一场的 不让我求您 王公 谢谢 给理他 我们走 不 我求你 要求你 我求求你 我求求你 到底怎么回事 顾兮兮和左爷那样的 富家大小弟 怎么会是好朋友呢 而且 大小还出手救了她 婚礼大屏幕的视频 是你做的 视频是小三放的 但声音确实是我录了 后期加上去的 我让你来当半男的 你却自作主张破坏了 别人的官吏 大叔 不瞒你说 我确实不应该管你们的家事 但是渣男是社会的公敌 我见一个 就有义无灭一个 没看出来 顾小姐还是为正理识着 像何桓这种渣男 不仅背着左颜偷情 见了面还趁机摸我的手 可见他平时的品行 有多么的败坏 大叔 你总不能眼睁睁的看着你的亲外甥女 嫁给这样一种垃圾男吧 他摸你手 是啊 这种色皮老鬼只会耽误了左颜 怎么的 就打断握手 趁机摸我 我 你不下跌 少奶 你发现什么事 其实发是少爷拍下送给你 所以昨天就老夫人的谢 郭小姐收下 大叔拍下的话 该不会是 原来大叔高价拍下这幅深秋艳行图 是要给我当谢礼 我去 早知道不让你一通见价 价格抬到五千万 真是白白便宜了拍卖行和卖价 大叔等一下 我有话跟你说 话是您得的 我们不必都说 你别的话跟你说 说 他说摸下的头 小东西看 来到上岸上的 他说快了不上 给你三秒钟马上放开 他说 近大人上看你的 写信的真意的 这说能够做 能免费看的吗 大叔 谢谢 你今天 他挺帅的 小飞 拿了礼物才觉得我帅 少爷 顾小姐 还蛮可爱的吗 拿着看 少爷 那我们现在去哪儿 到我换下衣服 去公司 不过 不要 老太太这个锅 准备了什么 喂 小舅妈 你怎么有我电话 我问舅舅要的你电话 他怎么有我电话 他是你的丈夫 有你电话很奇怪吗 也对 小舅妈 你干嘛呢 你要不 来找我喝酒吧 这大白天的 你出去喝什么酒 小舅妈 我现在是个受伤的女人 我把地址发给你 你现在来陪我喝酒吗 谢谢 谁在电话呀 我怎么听说你要去喝酒 别生被孕了 可不可以喝酒 奶奶 你放心 我是不会喝酒 是酒员 喝多了 帮我去接下来 酒员 嗯 向印 帮你去见左舅那边的人吗 奶奶 怎么了 没什么 奶奶是觉得酒吧的地方不安全 一会儿有司机送你过去 接左舅那孩子 好 奇怪 我家和左舅明明是亲家 确实就丢了我 这 这就是为情形伤的女人 小舅妈 小舅妈 你俩一起玩 走跟我回家 我不回家 你俩没意思 幸福得你 走 小舅妈 我告诉你一个大快人性的消息 我要换个手 我要换个手 废了 怎么回事啊 听说他昨天晚上回家遇袭了 两只手都废了 就算以后恢复好了也提不上劲儿 这一个大男人 以后肩不能扛 手不能提 这辈子随手 呗 小舅妈 你看那不是舅舅吗 他旁边怎么还站着一个别的女人 没想到舅舅也搞外遇 果然天下男人一般扎 走 我们去捉捡 哎 不用我呢 哎 不用我呢 啊 你老公跟别的女人在一起 你不管 我 你不管 我替你管 都已经结婚了 还跟别的女人搞在一起 真是太让我说 那我再过去等你啊 老大 我说你来了怎么也不提前跟我说一声 要不是经理告诉我你来了我都不知道 我就是来接个人 等会就走 你打算做 老大 你来接谁啊 外车目 啊 外车目 外车目为什么你不知道 哎 我说你不是在公司上班吗 这个点你出来玩 哎 哎 我就是来为公司姓名 嘿嘿嘿 哎对 是 昨天那个姓霍的应该没发现咱俩人事 没有 咱俩蒙托过去 啊 那就 只可惜的那幅画 大舍 啊 你怎么搞大舍啊 是吗 买搜 他见我一个人情 笑话 通行文明 我看未必吧 我觉得那个新火的 就是对非分之理 相信同情相好 嘿 我说你那边能不能有点真实 你要去应酬 真的应酬 呃 呃 给老大上一份果麻 小时 再来一杯热牛奶 来 好吧 那我先车吧 嘿 一个人吗 小你 小你 不是 那介不介意我自在这 你别误会 我只是担心你 一个女儿子这不安全 你离我远一点 有不安全 你可真有趣 不知道我有没有这个荣幸 可以留你的电话号吗 小舅妈 你快上来 我不上去了 你下来吧 我下不去了 你怎么了 你在哪 小舅妈 你为什么是 喂 小舅妈 你为什么是 小舅妈 不要 有什么事 请问说 不要 别打 好 啊 一个很有个性的 话 也不知道成年人 就一个人在那和你们 也不知道给你练了你 马上回来 不小心你哈 您不在找路 看見左小姐在哪個包廂了 沒有 今天樓上沒有這個 那郭相應呢 郭相應呢 郭相應在Snow 謝謝啊 好 我來找王老讓我跟著 顧欣欣 你來幹什麼 我 你人在叫什麼人 這間Snow可是高級VIP場合 裡面的人非付集會 你穿一身地坑或也想混進去 你幫我剷就算 不行 終於認出來 現在把這個不知天高以後的女人 你們暮色可是京城最高端的酒吧之一 別讓什麼香巴佬混進來了 小心拉低你們 他讓你們的慰勵辦理 我先進去 是 他是郭小姐 我 他專一身地坑過頭的健全 我也是明白進不去嗎 你知道我是誰嗎 我是顧雪兒 也功女優力的當顧女性顧雪兒 不管你是功女還是女性 你對我來說沒有任何趣 我們只要歸任這種辦事 你要不守國際 要不我果然 那個女人到底是什麼 你為什麼就在畢功的酒 如何隱私了 我無可 好 今天我就不走了 我無事了 你在這還會 你吧 我 誰 你 自己 在那 她究竟在那 作為 我上了來找舅舅碰上他們騙我是誰 他們比我喝酒 還要比我熟 這樣其實也沒什麼 我們很做好 妹妹 你們女生 你們男女生 那我們就是男女生的啊 那玩遊戲輸了就要 對不對那玩不行了 我們都玩了哦 對呀哦 這是誰 我先要跟他網上破壁一步啊 他居然真的能輕而易舉的破解我們 AG聯盟的加密性 真不愧是全球兩大頂尖黑客之一 你 我說小范啊 啊 你別一天競爭這些沒用的 你爸 還指望著你 幫你哥打理打理公司呢 我啊 公司有我哥呢 我太晚了 各位 不是不用好戲看了 有個妞就要把自己的出業當成馬 這不三個男人製骰子嗎 快走 好 好 有意思 幫我去三個 別打 小范 孝悦 女婿 我好像看到 女婿 我這兒的房子 和那個姿勺 一樣 看 我说妹妹呀 你这运气的汉子 八把要出包子 几率也太少 上局平了 再出下来 五局三手 这该不会去出老千了吧 出老千怎么能处成这样 这丫头运气也太好了吧 我们赢了 小舅妈你简直是太厉害了 简直是我女神 我们走吧 将一 我说你这个小太妹 还真是惊奇 那女孩谁啊 简直应该认识 那可是你简直应该刚去 你应该叫嫂子才对 不入流的女人 凭什么跟我争小面 把我手机还给我 想要手机可以 让她再陪我玩一玩 一局定手机 我陪你摸 这病 你输了 哦 站长 我们的惩罚是 没有人现实 有一个认识的意识 这期间 三十年 不如我就连日起来了 你以为你是谁啊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 他可是我舅舅花 爹 他肯定是故意的 请故意占你 这手机 我不要了 好妹 哥哥我怎么拆住 你靠我的力量 你这样 惩罚是要不认识你 我可不认识 啊 啊 哎 先生 你除了认识我 你还认识谁啊 你啊 星星 我舅舅不是在那吗 你是亲 我舅舅不就好了 客气 原来大叔喜欢那种类型啊 大叔正和女人在一起 我过去不合适了 而且亲一次就绑近三个月 我可不想再来了 他 看着倒是挺干净 也不讨人厌 就他了 真是胆大冒天 竟然敢选卧手 卧手还不错 我猜货票 我真的把他吹开了 用手儿贫 我还能怎么回来 小朋友 你怎么说 不是大叔 你问回了 我没想去 是 是 我要选的人在那边 我刚刚就是不小心犯了 不好意思 我先来就先来 你想找死 霍少女士你能碰的是吗 赶紧给我起开 别让喝点声气 听见了没 我要是不放了 大叔 我没想碰 我要选择能 吃他去 你先放了 我 我的心跳怎么这么快 我好像爱上这么小样的 三 二 我 也是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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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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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就说过后想你 你现在相信了吧 我信不信 我们有眼不识 拍上 你 赶紧滚 下次别让我再看到你们 你们忙 我先走了 我跟您一起走吧 顾欣欣 原来你只不过是个陪酒母 看回去后 爸爸怎么什么事 不是 少爷在车里倒你 太多了 少爷说 让你弄我回家闭门四个 我为什么要这么说 小熊妈 小熊妈 给我打个电话 请了解决的事情 为什么不想自己找 大叔 我没有你手机好了 手机买了 顾欣欣 你记住 在这三个月内 除了感情 我什么都不 所以 以后遇到事情 就给我打你 除了感情 大叔 什么都可以 也包括刚刚那个文 原本的确不需要那样 但是 在我们婚姻 存续期间 我不会允许 我头上出现 女子 所以 你打算越过我 去和其他男人 接我们那种事 你或许 不许 不是大叔 你自己都没有 以身作则 你过来教我 你明明都在公共场合 跟别的女的私会了 这是在吃醋 这是在吃醋 我吃什么醋 我们只是假夫妻 我只是生气 生气大叔 在不打招呼的情况下 就强吻了我 害得我差点窒息 小朋友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上次你强吻我的时候 也没有打招呼 我那能一样吗 我那只是轻点点水 又没 没有什么 没什么 老星星 你都在外面干什么丑事 马上跟我回家说清楚 爸 我今天有点累了 明天再回去 不行 到底干什么 会那么累 现在马上跟我滚回来 小朋友 回去了 自己的家事 是不麻烦的 爸回来了 不知连弃的东西 能归下来 爸爸怎么了 发这么大火气 还有脸愣 你自己干了什么好事 你自己进去 我干了好事可多了 你知不知道 我问你 你说你才干工作 要搬出去 你才干什么工作 何大叔闪魂 这叫什么工作 演员 您是妻子 小玩偶 一个名牌大学 明毕业的大学生 竟然跑去做陪众小姐 我家的脸都被你丢尽了 谁想启死我吗 陪众小姐 陪众小姐 我看看 这是什么 爸 这张罗跟着姐姐给你看 你姐姐 你是为了泥土之法 泥土之法 我看到泥土之法是尽死的 这关我什么事 我也没逼拖去做什么 陪众小姐 是什么反应 爸爸 这张照片上红色头发的女孩 是我黄东家的亲戚 她因为失恋了一个人跑去酒吧护去 我是去黄东家回家的 说的是真的 顾欣欣 你还要见爸爸吗 黄色酒吧的什么老家不是高级的A.P.场合 我们人根本进不去 你们要不是陪众小姐 怎么可能大人大人躲进去 这一眼你到底怎么解释呀 因为我的黄东是高级会员 所以我先陪众进去 谢谢啊 你可不能骗我 爸爸 我是绝对不会做这种商工败食的事情的 谢谢啊 我相信你可真不能学坏 你又是学坏了 我怎么向你过时的妈妈教我呢 妈妈 爸 这件事情也可以这么算 但是有一点呢 是我这个做姐姐的都给我不说了 其实是她 爸爸 你应该劝一劝姐姐 我说想开一点 你姐姐怎么了 陆欣欣 这话什么意思呀 爸 姐姐的事情 我有一点说不出口 爸爸 你是自己看的 你看 这不用点的东西 你看这是什么 这谁干的 这是谁又黑我 这些人 是不是你 我 我这延迟的东西 你还永远加货 你灭 我信心 你这个贱人 滚 都给我滚 我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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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有什么事吗 爸 我来看看这幅画 这是金河的一宗 神秋燕行图 却说最近 那个神秘的买家 有五千万以下 他还有了 你怎么得到 爸爸 这是真记 是我房东拍下的 这幅身秋燕行图 那天我碰巧 救了他的奶奶 所以就把这幅画 都在谢里送给我 五千万拍下的 就这么免费 都送给你了 对啊 我那个房东啊 他人傻钱多 而且他又孝顺 所以他觉得这五千万 不算什么 天底下 还有这么好的事啊 爸爸 亲和 是妈妈的一个名字吗 你 你怎么知道的 那是小时候的事情了 我找到了妈妈的 一张照片 照片背面 写着金河两字 妈妈的笔记 和画家 金河的落马签名 不是一样的 看样子 也瞒不住了 对 起话就是你妈 爸爸 现在市场中 有很多所谓 金河一座 都好像是新画的 你说 妈妈 她会不会还活着 胡说 你妈妈 在你很小的时候 就过世了 像你说的 市场上流传的 那些新画作 都是模仿你妈妈 画风的面片 都是人骗钱的 还有 你在外头 千万不要提起 金河就是你妈妈 为什么在外面 不能提妈妈 你妈妈 已经不是正气 提起来 对你的身世不好 他们会说 你舍得到死生命 记忆中 妈妈是个孤傲的性子 绝对不可能 区分于他人做小三 我一定要查清真相 还母亲一个清白 顾小姐 顾小姐 请上车 少爷让我来接你 大叔怎么知道 我在这里 他派人跟踪我 顾小姐打电话的时候 说要回娘家 所以少爷让我来这里 等你 哦 忘了 大叔 这是要带我去哪里 大叔 你怎么想到 带我来吃火锅的 松门 这里就没有安静点的包厢了 吃火锅 要什么安静的包厢了 吃火锅要热热闹闹的吃 不像 大叔 你点完 你看你还要加什么 加苹果减减减 嗯 啊 谢谢您您您烧给 这酒 小舅妈 你简直是我的女神 也只有你啊 能把我舅舅带出来 体验体验人间烟火了 谢谢您好 我是苏蓉 相应的当年好友 嗯 亮 啊对了小舅妈 早点我都忘了问你了 你骰子怎么织的那么好 你是不是以前学过 怎么那么厉害啊 织个啥就厉害了 啊 苏蓉 你的品位也太吵了 这还女神呢 我小舅妈就是我女神 你管得少你 你品位高 你女神是谁啊 听说过 全球两大顶尖黑客之一的玉兔女 这不是我吗 这不是我吗 我女神 将来也会是我江菜杨的老婆 我一定要把她追到手 宠上天 小舅妈你怎么了 骑什么 有没有人给你骑 从来没见过河相应 这样照顾一个女人 这是女神 小菜 你怎么这么说话呢 星星啊 一定是真的被呛倒了 我看她就是在装 吃个火锅也能呛 无比身烟 你这孩子 不好意思啊 我去趟邪尔间 星星 我可以一起去 星星 可以帮我拿一下外套吗 我女神最厉害 我女神最厉害 她是真 你舅舅呢 对啊 三个人呢 我舅舅闲这里吵 出去打电话 对啊 吃饭了吗 我们走吧 好 呀 腕表怎么不见了 让我拿外套 原来是为了演这一桌 对 刚刚 是不是你拿着柔姐外套 是我 怎么了 怎么了 那你还不赶紧 把腕表揪出来 我没有拿 揪了 从始至终 只有你 不过柔姐外套 除了你 还能是谁 腰层上厕所 是他让我 我先拿 然后 然后你就顺便 要拿走 别人口袋里 贵重物品 对吗 我没死 口纯无凭 你要是真的没拿过 敢不敢搜身检查 江灿扬你神经病吧 一块破万表而已 我小舅妈要是喜欢 我舅舅自然会给他买 那他就更应该同意搜身了 自称清白 搜身 凭什么搜身 你以为你是谁啊 哎 你给我让开 让开 不可能 让开 这是什么 你告诉我这是什么 你不是说你没拿吗 手脚这么不干净 你也可以加一生一个 新鲜 居然真的是你拿的 究竟是我拿 还是你放在我身上 苏小姐应该心里比我更沉 新鲜 你在说什么 我为什么不必做这种事情呢 你是个女人真是傻头啊 东西就是从你那边我发现 所有人都看到了 你不承认你就算了 你还污蔑苏柔姐 你不承认你 他们不是一招的吗 他们来旁边的东西 怎么了 舅舅你可算来了 江三阳非说小就妈 偷了苏柔姐的腕表 还要搜身呢 不是 英哥 这个东西 就是从他的包里发现的 我没冤枉怕 在什么所有人都看到了 是你拿的吗 他这是在怀疑我 不是 走吧 等等 舅舅哥 这都人脏病祸了 这个女人 你怎么还相信他呀 偷死不是没错吗 是吧 依照你的意思 还想让他扯了呀 不是 他是想偷啊 舅舅哥 你怎么能留下一个小偷在身边呢 你算谁是谁 哎好了 下了 不要因为我的一空万表 让大家不高兴 我都觉得不好意思了 星星 如果你真的喜欢这份表 我可以把它送给你 我可以把它送给你 那我可就像那了 不是你还真有脸要啊你 星狗姐 你也太善良了吧 你还能表给这个小偷 老公 我要说我喜欢这只表的话 你会给我买吗 可以啊 那家 那家 我都可以咬了 傅星星你干什么 老公 你不用给我买钱 替我跟星小姐的表情就可以了 我都可以咬了 小嫣 星星他怎么这样 他就是小孩子脾气 就那样 一把表的价格发给正里 稍后 他会以十倍大多 小嫣 我们认识这么多年 你知道我并不是在乎一支表以前 因为那支表对我来说 真的很重要 星星他这样做 是不是有点太过分 既然那么重要 为什么会轻松 既然送人了 别人如何处理 就与你无关了 小嫣哥 那个女人她 你 再在我面前诋毁我的妻子 以后就不要再见 小嫣哥 她算你妻子 那我姐姐是什么 舅舅小舅妈等等我呀 刚才那块表 一百万 我被污蔑的清白 无价 那这回 她是我欠你的呢 大叔 你是不是也怀疑是我拿了苏楼的表 我怀不怀疑你 重要吗 大叔 我们虽然是假夫妻 但是真合作伙伴 我认为合作伙伴之间要有最起码的信任 不然接下来我们的合作很难愉快 你的话很有道理 不过 我这次真的没有怀疑过你 真的 如果你喜欢钱 我的东西更值钱 你大可以从家里拿 没必要舍计求援 那万一三个月以后到期 把你家都有值钱的东西 统统都打包带走怎么办 家里都些老物件 没什么好的 你要是喜欢什么 到时候直接告诉你 我让人给你买新 顾欣欣 你怎么能心动 别忘了你这三个月到了 就得离开 如果不想你和霍少的关系为曝光 明天下午三点 来大兴天窑巷咖啡店见面 谁 原来昨天给我发稿的新预论 是陈金月 没错 是我 你和霍先生的事 我和霍先生有什么事情 我原来这个调查 霍先生有什么关系 你说你这个情人身份 要是被霍先生 明为正确的怀念之道 会算一样 嗯 我不知道 可能会被他的政官 疼疼疼的羞怀疼 你知道去吗 如果你想让我把这个事情啊 给你保密的话 那么你就必须 霍先生同意 和我们卓越合作 哎呀 陈金月 不是人家不想帮你 你也知道的 我是个没名没犯的情人 怎么能左右得了人家的工作呢 嗯 怎么都呢 你们女人啊 只要在男人跟前吹吹耳边疯 把他活成心 他连命都可以给你的 嘿嘿嘿嘿 我会出不了什么耳朵 要不 要不 陈金月自己去获上什么日子 你 你大老大年纪 你大老大年纪了 七非六号 太爱死他了 你谁呀你 陆松开 我刚刚帮了你一次 你不打算请我喝一杯 先生 你好像不清楚什么叫出手相助 什么叫不关心 你还真是 你好 我叫竹志颜 请问 可以给你做朋友吗 你是想跟我做朋友吗 还是想靠我 都想 可以吗 算了 你还以为别说了 我可不想跟你当成云赖 对了 今天有一个画展第一次开展 你有没有时间 跟我去看一看 过来 老大 我又发现清禾的真细了 而且是四川文清禾离世之后 从来没有展出过的三世纪组 是 野猫 天云野鹤 画在哪 今天在一个私人画廊里展览 不过那画廊的主人 只邀请了他自己的亲朋好影去 我这边拿不到他那次 要不 你问问你家那位霍先生 又会说 画廊的主人是谁 卓之言 国家大帅 毕竟刚刚回国继承嘉义 今天那展览的快步 最后都是他的个人 你 卓 之言 你刚刚说让我陪你去画展 不知道我现在答应你 还来得及 顾欣欣一个贱人 竟然敢出轨 我姐姐不在 只有苏柔姐才能配得上相应一个 那个女人她 还有你 再在我面前诋毁我的妻子 以后就别当命的出现 算了 她是不会相信我的 喂 国凡 是我 江灿阳 你好像对世界名画都没什么兴趣 却唯独喜欢清河的作品 嗯 我喜欢 你为什么喜欢清河呀 她的作品 都不说你就喜欢 因为她是我 偶像 这样 那我还有幸见过一次的偶像 你见过清河的 什么时候 在我很小的时候 这三幅画也是那个时候我父亲为她买的 后来我父亲就把这三幅画送给了 那你觉得清河是不是一样的 她是一个很美的爱人 温柔 温柔 清河 看待事物有自己独特的见解 就像她的自画像一样 不一额主流 的确没错 和我记忆里的妈妈一样 妈妈是个过要亲吻的人 但对家人很温柔 主持人 这三幅画 你能卖给我吗 你想卖 抱歉 这些话对我来说意义非凡 是非卖品 你卖 这就难办了 不过 你要是喜欢的话 我可以送给你 当作你的平地 怎么了 我先带你去休息室休息一下 你 你想刺激 要不送起 不用 你休息一下就好 我不用管 我出去 回去吧 你好像还没关系 你还想还没关系 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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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 你妈妈去世了 我把带你回家 没关系 我的私人医生一会就到了 你先趟来休息一会儿 等医生到了 我们来教你 奶奶 烦粉 你这孩子没事 把奶奶带到这画廊干啥呀 奶奶又不喜欢看画 这早上还炖着汤呢 还等着星星回去喝呢 奶奶 一会儿啊 你就能看到您最喜欢的孙媳妇了啊 你说什么 星星也在这里啊 奶奶 这边 你们要干什么 这 星星 你在干什么 星星 你 你在干什么 奶奶 你怎么了 顾星星 还有脸叫奶奶 我们国家可不可以要你这种红心出枪的道夫 顾星星 都已经捉奸在床了 你就别装了 原来是霍老夫人 您大驾光临 怎么没人提前通知晚辟一生 早上您要来 晚辟应该亲自去接一下才对 建伏 要是提前通知了你 我们还怎么捉奸 霍老夫人 心心身体不舒服 只是在我这儿暂时休息一下 刚刚他差点摆一摆 我只是思脸一下 呦 星星 呦 这样的可真情 奶奶 原来你们在这儿啊 小灿 你刚刚电话里那么着急叫我过来 是出什么事了吗 霍老夫人 你看 霍老夫人在床 这个顾星星 他不光偷东西 他还偷人 星星 我真的想不到 你竟然做出这种事情 霍老夫人 你先别激动 事情既然已经发生了 我们都没有办法改变 只能等下映过来了 看她如何解决了 欣欣 这怎么回事 奶奶只听你说 奶奶 我今天就算来看一下患者 身体突然有点不舒服 周先生注意好心 扶来我一下 不舒服 哪里不舒服 奶奶 我别再听她找借口了 她要是不舒服 为什么不去医院 为什么要跟这个男人在休息室里待着 奶奶 咱们回家不能留下这种透心摸狗的女人 她就是品行不端正 她不仅出轨 昨天 昨天她还透了苏柔姐的腕柄 奶奶 我信你问苏柔姐 奶奶 其实我没关系的 我过是想吃了一个腕柄而已 我不值几个钱了 只是星星今天这样做 实在是态度不是相应了 你们都在这里干什么呢 哥 你终于来了 顾星星她红星出枪 跟这个男人在这里偷行 被我们捉奸在床了 毕丰 香叶 你也别太生气了 谁都想不到星星会背着你做出这种事情 过了 顾星星 死定 我们的眼睛 我又摸腾 你真的太生气了 你不应该是空的 不是 我用你带的东西 都这样了还硬撑 我陪你过去 小念 郑立 这怎么回事啊 老夫人 少夫人今天来看画展 是给少爷说过的 而且 少夫人身体不舒服 少爷也是知道的 所以才带我来接少夫人 另外 三位 少爷嘱咐过了 让我带你们去好好学习一下礼物 请吧 可 这在不吃吗 你之前 你在我家门口做什么 这是霍先生的家 我想找一下 霍先生的女孩 是来找不够欣欣的 你找他做什么 很多道家都是先把名牌的人找到 气质又比高 一看就是出身不凡的 父亲的大小姐 听这个意思 这 这是您家吧 那 您就是 霍太太 是 霍太太 你说吧 到底有什么事 哦 是这样啊 我有关霍先生的一些情绪 我想您应该很有兴趣表达一下 让您有时间 咱们能做 柯的情绪 我看这些干什么 这个女人叫 他可是你家霍先生 在外面等情人 情人 原来这个老男人是这样的 这个女人呀 仗着自己年轻漂亮 就够要霍先生 时间长了 难保会影响霍太太和霍先生 直接的感情 我这边呢 可以帮助霍太太 注意到这个事情 但是 是什么之后呢 我希望霍太太能帮我 帮你什么嘛 小忙而已 对于霍太太来说 小声中 行 你只要帮我把这个叫 不欣欣的女人处理掉 最好让我哥 让我老公彻底嫌弃她 事成之后 会让我老公把你投资那个什么 卓越 卓越公司的新项目 霍太太果然是爽快真人呀 那你就敬登我的好消息吧 不出一个礼拜 保证让霍先生 彻底的先进 顾欣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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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你这次还有诺文 今天的毕业里 每个系都选出了一名特优生 由各自的家长陪同出席 爸 我的毕业典礼你能来吗 谢谢啊 爸要陪你姐 实际正经公司 上次光跟你说了 热搜那事啊 其实就是个误会 霍先生 这是令命入学以来第七次化课 如果照这样发展下去 他能不能毕业都两说 这是在干什么呢 里面在干什么呢 这是大四的毕业典礼 每个诱等生都能够协同家长 上台发表感言 顾欣欣怎么一个人 他可是当年的高考状元呀 而且还是校长最重视的诱等生 他家长怎么没来 前几天 大叔 你下周也有时间 怎么 没事 没事 难道是因为这个毕业离 这么优秀的孩子 家长经理也不珍惜 夫人 你说老公算不算家长 霍先生 你说什么 感谢在座的各位 听我此刻的演讲 祝母校越来越发扬光大 谢谢大家 羊羊的爸爸看起来好年轻呀 真羡慕羊香花的生活 家境好 父母中长得好 学业也就英雄 顾欣羊羊 你今天又是自己一个人 这么可怜呀 我听同学们说你是被家里丢掉乡下养的私生女 靠自己的励志学习才考上成绩 哎 想想都觉得好可怜啊 不像我的父 他们都很宠啊 是吗 所以 你打算毕业回去之后继续活 谢谢 我只是关心关心你 没别的意思的 果然 我爸说了一点东西 这可怜之人呀 必有可恨之处 有请特幼生顾欣欣发言 首先我要感谢我的母校 说起来顾欣欣也是笑话 全面男友出生 再好看再有一个秀也不过是一个私生女 我看她今天爷爷来的 都没有家长乐意陪同她出席 听说是她爸和外面的女人生下的她 上梁不正下梁外 我看她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哎 你们也别这么说 人家欣欣同学多么可怜呀 就算真做了什么不得已的事 那也是为了生活吗 哎 你们看 紫生女人长得好帅啊 哇好帅呀都没见过那么帅的 大叔 各位好 我是 顾欣欣的家人 也是她的老公 近日前来 主要是感谢金大对我们家欣欣的照顾和培养 为此 我决定以欣欣的名义 捐赠金大一栋实验楼 描描一下我们家的心意 什么 啊 霍凡啊大新闻大新闻 你哥哥学校捐了一栋楼 什么 太好了这样你就不用担心挂科了 我就知道 虽然我哥平时迅我 但是心底里还是疼我 为了让老师们在考试的时候对我友好点 既然你学校捐了整栋楼 呃好像不是因为你捐 开什么玩笑 不是给我 那哪是给谁 你嫂子顾欣欣啊 霍凡啊 那太香了吧 嫂子跟你在同一手学校告诉我们 什么 喂 不是好像我哥 让我老公彻底厌恶顾世纪这个女人 都多少天了 你办个事呢 都多少天了 你办个事呢 霍凡啊 实不像 我在顾家蹲守了好几天 可就是见不到孔女人 找不到机会下走啊 那太香了 你把批几天的位置差点 行 今天务必把事给我办 哈哈 要是霍太太能祝福一遇之列 那就是太好了 哈哈 大叔 我们还有三个月就协议离婚了 你现在公布我的关系是什么意思 写衣服 什么 不是大叔为什么 我干什么呢 过去上课 办好什么你 不是哥我今天下午没课 不是哥我今天下午没课 哈哈哈 哈哈哈 哈哈哈哈 嫂子 你也在进大上学啊 我在学校以前怎么没见过你呢 大四实习期间 我没怎么在学校 哥 我今天下午想跟嫂子去逛街 刚好庆祝嫂子毕业 别开心 过番这是打什么坏主意 不行 我要跟你们一起去 算了 跟着大师更美心 我们女员逛街 你就别跟着 姑惊惊 这可是你做大事 嫂子 我肚子还要疼得不行 这个厕所坏了 我们去楼上上 走吧 我以为坚持不了 我想 我现在人生 这应该没去啊 你刚到我 顾贤贤 这次算彻底派了 顾贤贤 这次算彻底派了 顾贤贤 这次算彻底派了 你怎么今天回来这么早 怎么就你一个人回来了 她呢 嫂子今天在商场上遇到一个老朋友 说是要跟她老婆去去就就我一个人先回来了 老朋友 那她手机怎么回来了 可能没电了 对了 哥 嫂子这个老朋友呀 是个男的 好紧的 头发还有点黄 看着她挺熟的样子 也不知道是什么关系 这团旗下酒店被爆车有缘交出门 社会影响非常恶劣 有人匿名举报说我们酒店的3201号套房里面有人缘交 两名嫌疑人被当场交往 该死的顾欣欣马上就要被扫地出门了 真是不应该 官方那边怎么说 那边还在调查曲折 没有出现光 先把新闻热度降下来 等调查出结果 再有官方通告一句 回用语了 是 少爷 不过我听说 这次参与人叫的名字 名字叫 什么 我一开始也不相信 但我去查酒店入住机会 不不相信的确入住了或是酒店的话 而且 我刚才我也联系不上不相信 没有准确的消息 先不要走 先把东西找好 就是啊 正义哥 你肯定是搞不错了 嫂子怎么可能是这种人 喂 破诈的事情办好了 您在手机新闻上就能站到 哥 你快看 新闻里被抓着个女人穿得跟 嫂子今天的衣服一模一样 而且旁边这个男人 她头发也有点黄 很像是今天嫂子在商场 看到咱们老朋友啊 哥 该不会 这个不幸女子 真的是扫鸡吧 怪不得 今天嫂子是不是跟老朋友一去救的时候 怎么会不会带上了 原来是做这种事 太过分了吧 相应 谈判 怎么就你们两个 欣欣呢 让她一起吃饭啊 奶奶 嫂子好像被警察抓走了 什么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欣欣怎么能做那种事 奶奶 我跟哥也不愿意相信 可是 这事实就摆在眼前啊 这里是辅动首府 请问是顾欣欣的家吗 多少 你有什么事情吗 如果你是顾欣欣的家属 现在请赶紧过来 浮动警局一趟 有些情况需要你们配合合时 奶奶 你看 就调查所都打来电话 看来被抓了就嫂子无疑了 嫂子怎么能做这种事 对你平时还那么疼痛 你就待在家里有个阵子 哪都不是够去 哥 那样谢谢你的女人 你不要严慌 你管他集会丢了我们货家的颜念 不必 哥你别管那个故事 你现在根本就不配 你 大叔 你今天这么早就回来了 奶奶我买了好多菜 今天咱们吃大餐 欣欣你回来了 没事就好 快把奶奶吓坏了 奶奶 你怎么了 还是去查 你已经在场 一会儿就有消息 顾欣欣 你怎么快回来 你不是快回来很习惯吗 刚刚陈父明明发来消息说事情搞定了呀 这 顾欣欣怎么都在家呢 顾欣欣 你 你你为什么要从调查所逃回来 你自己一个人不要 你都说 你不要让我回家一起下水呀 调查所 刚刚是有人给我打电话 说我的针件被捡到了 让我回去认你 这事很丢人吗 欣欣 回来就好 刚提把奶奶想坏了 范范 你最近怎么回事 老是奇奇乖乖乖 以后这种不分作业的事 奶奶 真的不是不分作业 今天 今天周厉哥也查到他如不作业的消息了 你新闻生的女人就是他 不是 不是他怎么会在原浆里穿一模一样的衣服呀 虎范 给你仿抱歉 哥 你为什么永远都不肯相信我 永远都被估计你的一遍 只死了 你不是吧 虎范 你个家人 你 我 你不要打我 从今天开始 你的灵路前全给逃过 以后就在家里给我好好反省吧 证明 替我好好看着他 你 我们先向你休息吧 哥 奶奶 打我 打你 怎么把你灌成这个样子 你砸手的关键我管你 整理 来大个房间关请闭 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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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到了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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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认错人了 我 我不是什么 我 你怎么都翻脸不认人了 我是因為你啊 我才被他們抓的 你胡說什麼呢 胡說他把他帶走啊 胡說他 胡說他 你讓我們意 你把我們認識 好 既然你不認 你別管我不義了 就他 他只是我做的 這資格不模糊 就你 這是怎麼回事 已經調查清楚了 他就是陷害少爺的幕後之士 他 這個人你到底認識不認識 奶奶我不認識他 他胡說八道 他腦子又被他認識我人了 奶奶我不認識他 胡太太 你這樣尊敬的身份 你說話就不點活 就是他今天 給我發的不欣欣的定位 他把他打暈了 還讓我誣陷不欣欣是 是圓嬌女 我沒有你胡說 你胡說 我沒有 奶奶 我沒有 你叫他什麼 霍太太 那她不是霍太太 你情人 顧欺欺 你胡說 奶奶你別聽她說 我沒有 你說 誰是我的情人 或是 你說 是誰的情人 顧欺欺 你也在哪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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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個小三 這哪兒 這哪兒 大叔 他說我是小三 你穿一個棒吧 誰是誰 不好意思 這位顾小姐 是我家少爺明媚正娶的棋子 也是僅此一位的婚 什麼 不好意思 這位顾小姐 是我家少爺明媚正娶的棋子 也是僅此一位的婚 什麼 霍先生 恩 霍先生 對不起 我剛才叫你 你無法要我 所以我 滚 好 霍先生 霍大太太 我真不知道事情就這樣子了 你二位大人有大力 放過我 都是这种女人 冒充霍太太 去让我陷害军军的霍太太啊 臣妇你闭嘴又胡说什么呀 干闭嘴是你 怪不得你刚才一口咬地猩猩就是在九天口温中的人 原来一切都有你的参与和设计啊 你们也没什么话会找什么人吧 找到的只是一个和猩猩中山的女人 不是哥 不是冤枉的 是他不是我冤枉的 诚意 他们两个 都给我做了调查所长 哥 我不是 你了 我 你了 大哥 大哥 我不想追他了 诚意 他跟我来走 把他的所作所为都给我查清楚 让我老太太也明白 这些年怎么重处这么一根混蛋 都在下 我 你把他一起住 你的宿航 你把 重处 我 你把 你把 那 奶奶 哥哥你救我 奶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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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奶 啊 嫂子呢我要见他 不是说好帮我哥顶三个月的八月 能够改造妻吗 小姐 稍不认识他回来了三台了 小姐现在又学会被产家 所以等你去顶小姐的包了 嫂子耍赖 之前说找自己妈妈 结果让我顶半三个月 现在吵到了又怀孕了 我又顶半三个月 三个月又三个月都顶半三年了 不行我要去当奶奶盗照 然后夫人现在 可能没共同这件事 现在还要洗手可以去洗手 我看不完 大IC这根只要用一颗 我看不完 不完蛋了 带,让他教他们画画,你这一胎啊,就留给爷爷奶奶带喽,好,奶奶啊,早上算过,这一胎一定是女孩,爸爸,爸爸,我是不是姐姐的,大只大姐,我是不是也是妈咪姐的,哎,宝贝,你们都是爸爸妈妈爱的结晶, 为什么?